旅行是什么?旅行就是生活 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哈喽,我是王恩娜 我现在正在徒步青藏县中 拉着一台人力风车约四五百斤 从纳萨尔到格尔木 全程约一千两百公里 走的是109国道 今天是我出发的第48天了 距离格尔木还有最后的500公里 沿途我会把我所遇到的点点滴滴 一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通过这个视频 那么很多人质疑 我是有团队的 说我走了这么久 皮肤还这么白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看美颜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把美颜关掉 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内 是我用苹果前置原相机拍的 然后脸上是斑很多 跟我的脖子比起来 皮肤也是有差距 跟美颜相机比起来 更是一个天上跟一个地上 为什么平时会用美颜相机拍视频呢 第一,是因为我太丑了 大家比较关心的双眼皮问题 是我割的 没有割好 爱美自信人记也有之 如果大家有这事 可以修复的一生 可以告诉我 我喜欢比较自然的 再者呢 我希望我的视频里的我是好看的 能够带给观众好的感觉 那么如果大家不喜欢我看美颜相机 可以回来看我这条视频 没有关系的 往后我们还是会继续使用美颜相机拍视频 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看吧,开了美颜就感觉变了一个人似的 好看多了 但今天的重点不是我开不开美颜的问题 而是我的旅行 什么是旅行 什么是生活 很多人会说 我呢,你拉这么大个车 太累,太辛苦,太可怜了 不是这样子的 累是肯定的 因为舒服是留个死人的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 我也一点都不需要大家的同情 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面 三者朝九晚五的班 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生活 我曾经也是那样的人 我现在的生活呢 就是带着一个移动的家 四处漂泊,四处流浪 这是我所喜欢的 我只不过是把大家一个固定的环境 变成了一个漂泊的家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 也不用可怜我 我可以在路上花很多的时间去包饺子 做自己喜欢吃的美食 因为我的旅行就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一直在路上 不管我现在是徒步拉车 还是以后骑摩托车 自驾游旅行 或者是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都不能改变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我想如果我在古代 一定是一位战舰走天涯的侠女 侠客 还有很多人说我有团队 在网上骂我 诋毁我 甚至捏造一些不实的信息发布 我想说网络不是乏为之地 我之所以现在能这么安全的走在中国的领土上 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是很健全的 所以如果我有团队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的 没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有 今天跟大家说这么多 并不是跟大家讲道理 我文文暖的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 在网上就是什么样的人 故事没有彩排 每天都是新的故事 我知道 无论怎么做 总有人不喜欢你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不是人民币 我只能做到问心无愧 好了 不说了 我要起床了 因为昨天晚上收拾行李太晚了 没有剪视频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剪的 然后突发奇想 就录了这么一段真心话给大家 我每天在路上的话 大概是走10个小时左右 行程是15到20公里 然后每天是要拍视频 剪视频 还有直播 那么拍视频的话 也不是每天都有新的故事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遇不到故事 就拍我整天的日常就好了 我的故事不是很精彩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现在要起来做我的饺子了 看一下我的饺子有没有干皮啊 哎呀没注意太阳都晒过来了 看我饺子还好不好 打开一下 挺好的呀 没有裂开哈 然后呢 现在开始煮饺子了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我的体重问题 再给大家说一下哈 我出发的时候 大概是在132到135之间 那么今天早上起来称体重 119 又降了已经 所以减肥 它不是说不吃东西 你们看我在路上吃那么零食 当你的消耗大于你的摄入的时候 它就会瘦 好开心啊 我正在做这个油泡辣子 然后倒油的时候 油突然间 因为我是放到那个炉子旁边的 油突然间就冒上来了 然后我的头发就成这样了 头发上焦了 头发上焦了 然后刚好来一个小姐姐 还好啊 哈喽哈喽 然后呢 刚好饺子也做好了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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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瞬间火就上来了 你要剪一下吗 没事 哈哈哈 你真的是太神了 过去 没事没事 我的油破辣子 我刚刚是把这个调料换这里的 然后直接就到火 因为我刚关这个气火嘛 然后火一下就冒上来了 然后现在这个小姐姐把它捞出来 我们再来煮点菠菜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贵州的 贵州的哈 很难骑行的 关注我一年多了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吃饺子吧 你吃醋不 可以 你吃醋的话 我给你单独腾一个碗出来 我不吃醋 嗯 饺子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吃饭做饭就好吃 味道超级的 是吧 然后我们锅里开了 做菠菜进去 好 主要上腌的这个萝卜可以吃了 你试一下怎么样 我再试一下 哇外面下雨了 你看那是小轿车是吧 我看那是小轿车是吧 我看那是小轿车 我刚才看到那边那个柏林有点像 我以为是你照片上发的那个柏林 我就停在那边了 哇好酸哦 好酸啊 可能是我的冰糖没有融化 太酸了 要不加点糖进去 正好 正好吗 我觉得正好你就酸吗 我觉得有点酸 可能是我那个冰糖 我现在冰糖没有加白糖嘛 我只有冰糖 这个冰糖 好了 和一下 和一下 那把盖子盖着来回搅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有点点酸了 好撑啊 还做两个个小九姐 哎呀 我已经吃不动了 太饱了 总共26个饺子 一碗清一下 吃好了 怎么睡东西出发 下雨了好家伙 那我们再睡一觉吧 吃饱子放空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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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子放空哈